好 那么下面的咱们来讲一下的关于PIP来连接买色口数据库 我们环境大家好了 你要用通过PIP来操作买色口 买色口数据库来实现增判改查 那首先你得给买色口数据库建立一个连接 因为我们买色口数据库它有账号有密码 当然还有一个地址 是吧 服务器地址就是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 那么如何去连接买色口数据库呢 对 我们为什么要用PIP连接买色口数据库 大家说 因为PIP变成员想要凑凑买色口 它执行买色口语据 色口语据 对吧 你要添加数据 修改数据 三重数据 首先必须要与买色口数据库建立一个连接 才能进行数据的存储和查询 还有读取 对吧 查询就是读取了 那PIP要想连接买色口数据 买色口数据库需要几个要素 需要几个要素 这个需要买色口服器的地址 用户名 密码和数据库的名称 当然还有端口号 端口号 端口默认是3306 可以公写 那么假如说 如果啊 你要为了安全来讲 一般外部服器 为了安全 最后都会把买色口的默认端口改掉 不用默认端口3306 改成其他端口 没有啊 那即使假如说 你这个端被扫了 它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那么如何去连接用于PIP代码呢 我们使用这个凯数方法 my circle 下环线 connect 这是PIP的一个函数 它是用来连接 买色口数据库服务器的 那么这里需要这几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啊 看那个名称 这几个参数啊 一共需要几个参数啊 三个参数 大家是否理解 嗯 DB 下环线 host 是什么 啊 要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 那比如说 我本机 我外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是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啊 那么你可以写什么 local host 或者是写127.0.0.1 那么如果外部服务器和买色口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是分开的呢 分别在两个服务器上呢 那么你这个DB host 就写什么 IP地址外网 啊 外网的 好吧 那当然如果你这个外部服务器和买色口服务器在同一个内网段的 但是在不同的两台机器上呢 你可以用这个内网IP去连接 也可以啊 那么 db port呢 端口号 默认是3306 我可以省略不写 我这直接写dbhost 地址就可以了啊 那么db user呢 就用户名我们这里什么 root 是不是 root 密码呢 123456 我这里这是数据库服务器的密码 当然了 那一般来讲 我们做web开发啊 那么连接买色口 这个用户最好不要用root 单独创建一个账号 去用于连接买色口 好吧 ok 那么这个也给大家整理到笔记里面啊 好 那么利用它如果你要连接成功了是吧 成功或失败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嗯 如果连接成功了 它会返回一个标识连接标识 啊 那它处于一个资源类型的啊 resource类型的 如果连接失败 它会返回force force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们 假 是吧 那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 它的返回结果就可以判断出我们数据库 啊 是否是连接成功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开始战啊 用pap连接买色口数据库 好吧 同学们 大家认真听了啊 认真听了 好 那这里头我呢 这个是根部罗先吧 我新建个文件 con.pip 啊 我这个文件就是用来连接买色口数据库的 好吧 好 好 那这里头我们刚才用哪个函数了 同学们 嗯 是吧 mycircle-conect 是吧 好 然后这个服务器地址呢 我们这里用logohost 或者127.0.0.0.1 这个都可以啊 roca ar是吧 locohost 引号引起来 然后注意为何我不写端口号啊 因为默认3306可以去省略啊 或者是你这块如果改成别的端口的话可以写的这个端口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里什么36默认就可以省略啊 然后账号是root 密码123456啊 当然这个他这个函数买色口的反正说他连接完成功或者失败他都会返回一个结果 所以说这里头我要设置这个变量啊 在pip里面啊 dollar开头加入口跟着一串做串是吧 这是定一个变量 它是用来存储是吧 存放这个连接 成功或失败 它它返回值 返回值 放在这个变量里面 哎 你就放在这边有啥用啊 那么下面我就可以说 通过这个变量去判断 判断我这个数据部啊 是连接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f假如 如果啊 f 我直接写这个变量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他连接失败了 就会反而false false的话 他会执行这个吗 他不会执行这个 对吧 啊 同意吗 是吧 是不是不会执行啊 对 那这里提示 我是在连接失败的时候 连接失败的时候 才可以给提示啊 对吧 如果失败了 他会反而false 反而false 这条件成定啊 不成立 他会不执行啊 那么大家说 我这么写行吗 比如说我再给一个提示啊 哎 哎 哎 如果连接成功了 我就不给任何提示了啊 我这里达不了汉字啊 对 达不了汉字啊 我突然想这个问题啊 没关系啊 达不了汉字的话 我粘贴一下了嘛 啊 粘贴一下了 啊 数据库连接失败 那大家说这么连接 对吗 啊 如果连接失败 如果这么写啊 如果失败了 他会这块反false false啊 他不走这里呢 怎么办 哎 前面加碳号 什么意思啊 非 那什么时候这条件成立 就当result 倒是result 反为false的时候 假 非假 即真的时候 他才成立 他会显示吗 输出连接失败 那么也就是这个false的时候 对吧 也就是连接失败 的时候 他才会返回 false 那么我们这么写 是没有问题啊 好 我保存 退出 保存退出啊 那么我如何来测试一下 他是否能连接成功呢 我只需要在这里头访问一下 这个文件 哪个文件 cun.t 那如果没有任何提示的话 是不是证明连接成功了 是没有任何提示啊 对吗 嗯 好 那比如说 我随便改一下的 如果当个密码 这份啊 我也加一个啊 加个1啊 但是说现在会显示啥 数据库连接失败 为什么啊 密码错了 也就是你在连接的过程中 这里头有任何一个 采入写错了 他都会提示连接失败 理解了吧 嗯 好 我改正确了啊 这是OK的啊 好 那么这块大家能理解吗 嗯 这个声音很简单吧 嗯 我们数据库连接数据库是吧 已经连接成功了啊 连接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什么 啊 哎 是不是可以进行进行筹筑了啊 先别着急 连接成功只是第一步 我们还需要设置一个什么东西呢啊 比如说现在我只是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了 我只是连接到数据库服务器了 有没有 针对这个数据库服务器来讲 他们里边可能有很多数据库 嗯哼 对吧 我们看 之前讲课过程中给大家看过 搜databases 是吧 看有很多数据库 那最近你这个外部你使用哪个数据库 一个外部单件来讲 他是不是就只使用一个数据库啊 不是只使用一个数据库 一般都是使用一个数据库 正常一个网站来讲 是吧 我得是需要我试一下我要用哪个库 对吧 同时我还需要指定一个编码 指定编码啊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网页编码是UTF更8啊 那么买Circle这里边啊常用的编码就是啊 嗯 UTF8 啊我通过买Circle下面 Curray啊 Curray 这是一个函数 它是用来执行Circle语句的 Circle语句的 SiteNames 然后这块单一号 控格单一号 UTF8 如果你的编码如果不设置啊 或者设置不对 就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你存储到数据库中的中文会乱码 或者读出来的数据会乱码 所以说这块必须得设置 这个就是只需要一行代码就可以 那其实这个SiteNames Ut8也是要是个语句 我们利用这个函数去执行它 执行它 然后同时刚才我说了 你使用哪个数据库啊 你得指定数据库啊 对吧 对不对 然后myCircle-Site S-E-L-E-C Site-D-B 是吧 这看明白 选择数据库是吧 那这里也说 我现在选择用myCircle这个数据库 myCircle是什么 是你这个myCircle安装完成之后啊 它会自带这个数据库啊 这里存储的关于myCircle这个数据库 相关的信息账号信息都在这里头 啊 都在这里头 啊 那注意啊 你这个连接数据库啊 哎 这块它也会返回一个啊 返回一个值 那比如说这里不能用水罩了 RES吧 啊 我随便定一个变量 啊 放在这里头 它是用来接收返回值的啊 如果啊 这个 它这个数据库 如果它这个数据库如果存在啊 这个数据库没有问题 它会返回true 否则它会返回foss 那比如你一比我先把这数据库打错了 是吧 那么它的结果肯定会返回一个 嘛 foss 那所以我这里头我去翻译和上面也是一样 如果它连接失败了 怎么办 我给它一个提示 啊 echo 是吧 echo一个东西啊 啊 那假如说我可以这样去啊 不能连接到此数据库啊 然后后来我买思考 干Iros啊 把这个数据库播出兮兮啊 直接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啊 然后我们来试看一下了啊 保存 还是我们访问一下刚才的一面 没有任何提示 大家说说明什么问题啊 嗯 是不是成功了 没有问题吧 嗯 那么如果假设连接失败了呢 比如我这个数据库啊 我这个随便洗个啊 名 这个库呢 这个数据库 它不是不存在的 啊 它会提示你啊 不能连接到 此数据库 I know 不知道 未知的数据库啊 不知道的数据库这个名称 也就是说这个库不存在 它会提示你这个错误 是吧 那么至于连接成功呢 我就不用给提示了吧 连接成功直接撒个问题就可以了 我就说对不对啊 嗯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 那么这个就是完事了 对吧 啊 连接数据库服务器 然后在这边码啊 然后呢 然后再选择数据库 我用哪个库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愉快的进行什么 哎 数据库操作了 比如增山改塔 好吧同学们